前几天我在和在纽约的博主闺蜜视频 她正在写她的视频脚本 她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被别人质疑的事情 但是你并不想去自证呢 我说有啊 前几天我在和Coinel同届的同学聊天 她说有的同学觉得我太show off了 但我并不打算去自证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我平时不爱买大牌 也不爱买奢侈品 甚至不怎么去旅游 也是一个非常chill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我太show off了 说明我一直在出发 一直在路上 而你的脚步却停下了 我闺蜜说 是啊 确实没有人能像你一样 每天上满一天的课 还能跑好几公里 还能去breakery跳舞 大家好 我是Charlotte 是一个美国康纳尔大学 五年至本科建筑系的大二再读学生 现在正在gap here当中 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 万事开头难 小时候我们很怕去开始 尝试新的兴趣爱好 因为很多时候 家长老师会以好好学习 来遏制我们的想法 但是长大了以后 我们好像还是很难 去开始一件新的事情 因为我们怕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异类 怕舆论 怕被群众持之以逼 但是我好像一直都是同学眼中的异类 我一直在尝试新的事物 一直在开始新的旅程 去出发 在路上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身份 滕校在读本科生 北京大学风雷街舞队队员 break free cornell crew member 唱片签约词曲作者 小红书26万粉丝博主 以及一个新的身份 一栋模特 也让我在19岁就成为了 经济独立的深圳女孩 但是除了这一些title 我真正找到的 是一种一直去出发 一直在路上的状态 这是一种不会因为胆怯 而不敢开始 也不会因为小有成绩 就自满的最佳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让我不顾别人的评论 不在意任何困难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也可以让我在别人夸我说 你好棒的时候 理性分析 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还有哪里 需要进步 需要改善 这种状态可以让我情绪稳定 让我专注于自己 那如何让自己一直去出发 一直在路上呢 第一步 勇敢 或者说给自己勇敢的心理暗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 叫做汉匪精神 指的是无所畏惧 敢说敢做 大不了就搞砸的精神 我自己现在做事情 非常喜欢给自己这种汉匪精神的心理暗示 因为心理暗示 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的行为 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之前在北大选修认知神经科学课的时候 我学到了一个名词 叫做Placebo Effect 中文名叫做安慰剂效应 是一个通过大量实验 而得出的一个treatment 我记得 其实从小 我就特别喜欢给自己这样的心理暗示 我会给自己塑造一个拟物的形象 我会告诉自己 想象自己是一头猎豹 我告诉自己 女孩子要像猎豹一样 要瞄准自己的猎物 也就是要有目标的生活 要跑得够快 也就是要高效做事 要思维敏锐 也就是不让自己 跟时代有任何的信息差 也要勇敢 也就是让自己 敢说 敢做 敢say no 事实证明 小时候我给自己的心理暗示 是非常有用的 正在上大学的我 确实成为了一个 像猎豹一样的女孩 我在每年1月1日跨年的时候 会给自己列下 下一年的目标和计划 我让自己有multitasking 这种高效做事的行为习惯 我也会时时关注各种热点新闻 不让自己和世界上发生的 最新鲜的事物 有时间差 也会权衡利弊 对想做的事情 对想要的 积极争取 对不想做的事情 果断say no 那我们 是不是可以在 开始自己想开始的事情之前 给自己一种 I can do it or I can make it 的心理暗示呢 没错 在开始新的事物之前 我们确实应该像 汉肥一样告诉自己 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在想做的事情面前 一切阻碍我的 都不复存在 大不了就搞砸 大不了就失败 想做的事情 一定要先开始了再说 因为在我们汉肥的世界里 失败永远要比后悔 来得痛快 第二步 清醒 踩橘东篱下 悠然建南山 我国古代诗人 就非常会将自己 从浑浊的时代中抽离出来 进而悟出了人生的哲理 在面对新的选择 新的开始之前 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 就是独自清醒 将自己从周边的环境当中 抽离出来思考 2021年 我在小红书发布的 第一篇视频和第二篇视频 分别获得了 5.8万和9.3万的点赞 他们分别是 我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迎新晚会的表演视频 和我在北京大学 十佳歌手的 现场演唱视频 很显然 这些视频 是我做自媒体的开始 但是如果现在去发 这些视频 你们会看到很多评论 或者说是很多火力 都集中在了 高学历的女生 怎么可以穿得这么好看 学理工科的女生 怎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 以及高学历的女生 怎么可以拥有 这样的才艺上 连我的家长都会跟我说 你要低调 你只是一个大学本科生 你不是什么网红 不要在网上炫耀自己 很显然 这两个视频 是我做自媒体的开始 但是当时 有那么多负面声音 抛向我的时候 我会从周围的环境中 将自己抽离出来 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 以及我要不要开始 做自媒体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 自媒体是一个最短时间内 能给我带来高效变现的 一个途径 我做自媒体 可以实现经济独立 可以让我自己内心强大 也可以让我在社会上 拥有话语权 第二点 其实我在之后 也会详细阐述 就是 我是我希望自己被看到的 所以说 不随波逐流 在时代的浪潮中 可以随时抽离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才能更加自信地 不断地去开始 第三步 坦诚 很多时候 我们的家长 老师 身边的朋友告诉我们 要是隐和人 为高尚的品质 我们很多时候 为了顺应时代 顾全大局 不得不遏制自己 内心最原始的梦想和欲望 我刚才说 我希望被自己看到 自己被看到 是的 其实我从小 跟很多女生一样 非常羡慕那些 能够在舞台上 发光发热的人 能够给大家 带来力量感的人 但是 我之前好像 从来都没有 对自己坦诚过 我一直在 遏制自己的梦想 直到我上了大学 我对自己的坦诚 被自己看到了 也不断开始 去行动 去靠近自己 心里的梦想 我在北京 上大学的时候 走在路上 也有越来越多的 经纪公司 向我抛出橄榄枝 所以当时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经常在 考完试的下午 去市中心 跑各种经纪公司 面试考核 然后我当时 也特别希望 在那个选秀综艺的时代 抓住这样的浪潮 给自己一个 靠近梦想的机会 但是后来 选秀综艺被取消了 我选择成为了 一个幕后音乐人 我被一家 唱片公司签约了 成为了给 艺人写歌的那一个人 这些都是为了 让我和自己 曾经的梦想 靠得再近一点 这听起来 非常像 跨父主日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的身份 其实和我所做的这些 完全搭不上边 其实也不完全是 我学会了 对自己坦诚 我能坦诚地 面对自己的梦想 也就可以放得下 最重要的是 我也学到了很多 在校园里面 学不到的本领 这种对自己 毫无保留的坦诚 无所隐瞒 确切的比喻就是 像一个军队里面 没有叛军 在我自己的阵营当中 我自是千军万马 那我自然就可以 去坦荡地面对一切 冒险 机遇和挑战 我的标题上说 最好的状态 是一直去出发 一直在路上 拥有这种状态 必不可少的是 清醒 坦诚和勇敢 我们需要清醒 认清周边的环境和局势 将自己独立抽离出来 去思考 我们需要对自己 足够地坦诚 坦诚地接受 自己的现状 坦诚地面对 自己的欲望和梦想 接受认识 并爱上最真实的自己 也需要勇敢 我们要告诉自己 要放手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了这些 我们便可以 一直去出发 一直在路上 一直加速奔跑 刷新自己的人生 看到新的机会和风景 三月中的时候 二十岁的我 从深圳搬到了上海 这是我第二次 用自己挣的钱 在一个新的城市生活 很幸运 我收获了很多新的机会 很多运动品牌的 拍摄邀约 很多节目的邀约 也结识了很多 优秀的新朋友 工作完 我还可以跑 各种优秀的舞蹈式 刷街舞课 泡大师课 我又一次过上了 同龄人和同学眼中 偏离轨道的生活 其实现在的我 并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在不断地 做新的尝试 我不断再出发 在路上 我相信时代 一定会在不远的未来 给我们一个答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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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